医护所里不仅有藻绿长发的美人鱼 还有腼腆娇羞的蜥蜴 共用身体的双面变脸 背生灵甲的奇异物种 展翼翱翔的鸟人等等 而像这样的怪物 今天又到了整整二世集装箱 金光闪闪的人形甲虫热情奔发 自来熟的样子把乔治下的呆立当场 安置异形的任务 落在了倒霉蛋乔治和亨利身上 长途跋涉和炎热的天气 让这些原本温和的异形们变得暴躁 眼看他们忙不过来 离开的凯特决定留下来搭把手 几人抬出最大的木箱 里面装着两只尖嘴能吞的尸体 传言这种异形早已灭亡 凯特盯着尖嘴能吞两眼放光 要知道这东西的牙齿在黑市上价值千斤 经不住诱惑的他连夜潜入能吞的停尸房 拿出老虎钱对准了一对大尖牙 但没想到已经死透透的能吞 突然喷出了一股不明年夜 凯特定睛一看 和年夜一起喷出来的还有一只幼崽 刚出生的幼崽防备心急其重 舔了凯特一口扭头就跑 四肢短短但速度却极快 凯特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主动找到亨利坦白了事情的经过 他们必须赶在能吞幼崽被吃掉 或者他吃掉别的生物之前把他抓回来 李博士找到了那只能吞幼崽 他正在大吃特吃垃圾食品和隔夜汉捞 能吞幼崽倒吞着小短吞飞速逃跑 几人试图用汉堡诱补这个小家伙 转眼就爬进了通风管道 他一路咬破防护网离开的庇护所 这下可糟了 能吞幼崽出现在人类社会势壁会引起混乱 亨利只好求助始作俑者凯特 作为一个赏金猎人找东西他最在行 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 就是刚刚发生事故的汉堡殿 映入眼帘的是混乱的后厨 根据地上的脚印来看 这个小家伙的发育速度有点太快 凯特猜测 吃饱喝足的能吞幼崽一定会找个巢穴暂时歇脚 佛波勒传来消息 一个环卫工在下水道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凯特和亨利小心翼翼地来到下水道 看到地上散落的薯条 两人知道找对地方了 可此时的能吞幼崽因为吃多了垃圾食品 已经变大了数百倍 凯特躲闪不及只好和能吞面对面硬刚 就在能吞准备再次扑上来的时候 亨利及时赶到对着能吞开了一枪 能吞被枪声吓得扭头就跑 两人也准备离开下水道从长记忆 可没想到这里的垃圾太多 两人一个亮枪掉进了能吞的新架 凯特环顾四周发现了自己的牛仔 与此同时 准备回家的能吞渐逼近 亨利思前想后 总觉得事情的展开有点诡异 刚刚能吞明明有机会杀死凯特 最后却没有动手 而且他不剪别人的衣服偏偏剪凯特了 想明白前因后果 亨利拦住了准备开枪的凯特 他看着热情的能吞笑出了声 原来他把第一眼见到的凯特当成了母亲 所以他才会持有凯特气味的隔夜汗袋 偷他的衣服 能吞乖乖地被凯特带回了庇护所 帮完忙的凯特准备离开庇护所 但却被眼前能吞信任的眼神大怒 异形庇护所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 与此同时 沉浸在悲痛中的海伦频繁梦见阿什利 冥冥之中他觉得阿什利还活着 海伦用生命检测仪对着庇护所扫描了整整六天 结果还真的在地下室的墙壁里发现了一具尸骸 海伦一眼就认出不是阿什利 因为阿什利12岁时被摔断过大头 海伦只好接受阿什利灰飞烟灭的事实 众人为阿什利举办了葬礼 没有遗体 只有一口空荡荡的棺材和伙伴们的礼物 合上棺带后 海伦再次陷入了幻觉当中